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哪 西州担保了 父亲 曹老太爷真死 罪在贼将张凯 父亲也只是用人不明而已 不是 李宗盛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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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肯我负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负我 这话谁说的 曹丑 你现在知道他是何等人了吗 而啊 徐州大难临头了 父亲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呀 父亲 即刻传命 各部召集所有兵马回房徐州 准备应地 好 等等 我还有一事 曹丑要是清朝而出 仅凭我们的力量 是难以阻挡曹丑的大军的 我即刻携旗道手术 你拿上他 兴夜兼程 去替州败典袁练绍 南洋的袁术 平原的公孙瓒 他们距离徐州 都不过五日的行程 请他们发兵相救 你可说过 这几位诸侯可都贪图咱们徐州城啊 正因为他们贪图徐州 才不愿意徐州落到曹丑的手里啊 一旦落入曹丑的手里 他便能称霸中原 对他们尤为不利啊 你告诉他们 谁能劝退曹丑退兵 化干阁为玉帛 我陶谦 愿意每年向他们敬送 二十万两项 致死不渝 好 可恨 可恨 事已至此 请主公节哀自重 请主公下令 末将只需三千精灵 五日之内便能踏平五凤山 末将保证生亲张凯 拿他脑袋来给曹老太爷祭灵 不 为何要征绞五凤山呢 杀害曹公的虽然是贼人张凯 但是罪魁阔首 却是那徐州城里的韬铅 主公招此大难 已经是肝肠痛断了 列位可否签退下 让主公稍足休息 走吧 快走吧 走走走 再下一者 为主公悲伤 二者 给主公道喜 君悦 你胡说什么 家父刚刚过世 我何喜之用 负中有祸 祸中有福 福祸相依 大势可期 你所说的祸中之福指的是什么 主公心如明镜 何必要拷问在下 主公自起兵两年以来 主公自起兵两年以来 势如破竹 威震四方 但却有一桩难言之隐 那就是 虽然拥兵二十亿万 却只能折服于掩州一鱼 主公要想成天下大业 首先 要图霸中原 中原守望之地 当属徐州六郡 因此 主公心里头 早就惦记了徐州了 否则的话 主公刚才的痛苦声中 怎么会带有 这么凛然的杀鸡呢 让你说着了 我就是想让他们把我 我的悲伤之情传出去 传给天下的诸侯 陶谦杀了我爹 我痛不欲生 此时此刻这个消息 已经顺风传出百里开外 但是主公啊 徐州并不好娶 继续说 再下意为 娶徐州有两难 这第一难 徐州刺史陶谦 乃先帝亲命 此人治政以宽人为本 玉民以厚道著称 官生的口碑嘛 也堪称上家 因此取之不易 这第二难 是军州的袁绍 南阳的袁朔 平原的公孙瓒 甚至连荆州的刘表 都对徐州是垂涎三尺 他们只是 望而止不叹而不娶 就是怕触犯众怒 树敌各路诸侯啊 因此 他们能听凭主公你 娶娶徐州吗 那你说我是 娶呢还是 不娶 陶谦命部下 杀害主公家父 此仇不报 天理难如啊 此外陶谦厚道 近乎于府 宽人如同昏昧 像这样的人 他能具配有徐州吗 徐州 是乃中原众人 而黄河尔望太山 得知可纵横南北 连荣天送徐州给主公 如同送一感大喜给匡丰 送一把宝剑给剑桥 主公不去何待 许女 听李讲话如饮没酒 令人陶醉啊 简直是一种享受 主公 在下建议 主公即刻尚书朝廷 奏明陶谦之罪 并派人到袁绍袁术 公孙赞处去报丧 让各路诸侯都知道 陶谦杀害了主公家父 此信一到 他们也就都明白了 到那个时候 主公起兵去讨贼 那是奉旨讨贼啊 上和天意 下和人情 中和道义 为此 这徐州非主公莫属了 我们因为悲伤过度 不能执笔 就劳你 带你一道哀书 在上奏朝廷的同时 飞马传送给各路诸侯 表明杀父之仇 和被迫起兵到朝 此书 再下一匿好 请主公过目 不必了 你写的东西肯定是字字句句结合我意 传命三军 明日沉实起兵 逃伐逃千 遵命 主公啊 此次出征 你为什么不分配好 谁为先锋 谁为中军 谁为后应啊 你想说什么 主公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以往出征 都是先分配好 谁为先锋 谁为中军 谁为后应 这回打桃千 怎么说打就打了 那是因为这回与以往不同 我是要为父报仇 木火满墙 我已经乱了方寸了 看不得朝法夕制 所以我的五万大军全都是先锋 我们要一鼓作气 拿下徐州 以免斥责胜变 袁绍 袁树等诸侯 在接到主公的哀书同时 很可能也会接到桃千的求援书信 就袁绍的心性而言 他要犹豫解力 拿不定主意 是帮助桃千好呢 还是保持中立 就在他犹豫这几天里 我们一定要拿下徐州 造成继承事实 你听听 寻遇说得多好 给我自个儿说得多好 墨将明白了 我不能和主公相提并论 我是跟着主公时间长了 多学了一些教育 寻遇 你是怕我嫉妒你吗 我可以告诉你 不会的 因为我了解你的中心 我要是嫉妒你 不就是嫉妒我自个儿吗 我 anál了 我为主公的一些话 真是令人讨罪 自己的 不公的一席话 真是令人讨罪 草孟德,亲率大军征讨,逃前置之不敌,指得出称其罪。 如何罪? 曹老太爷,路经徐州时,我想借此机会结交你,所以我们全家老少想伺候王国,不,不,想伺候自己的父亲那样,伺候曹老太爷。 临行时,我征送了价值十万钱的礼品,并派部将张凯护送。 万不料,此人恶行未改,杀害了曹老太爷,使我组成的大错,现已无一之绝境。 因此,我们全家老少,和徐州城的老少,都在为曹老太爷扶骁。 既别的曹公,我曹前,虽然身患重病,仍要前往吴凤山,捉拿恶贼昌凯。 亲手交给你,把他瓜心取肝,祭奠草老太爷的在天灵。 你说得好听。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区区一个张凯。 能让我父复活吗? 在下,虽然有罪,但出于友谊献宠,无心获罪呀。 祈求朝公,看在这一街上,少数我罪,暂且退兵,容我杀贼自说。 哦,对了,从今年起,徐州府愿意每年向贵部提供二十万两侠。 你是想收买我?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嗯? 陶欠,你不禁纵使部下杀害我父,还暗中勾结袁绍,谋我眼周,妄想与他人共分我的属地。 曹蒙德啊。 世人天使我陶欠,相无大职,直徒自保,我何成贪恋我别人的城池啊? 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 陶欠,你一向都是故作掏毁,虚伪,陷恶。 我跟你明说了吧,看在你皮麻带笑的份上,今日我就不杀你,赶紧回去备战。 两日之后,我要拿下徐州。 曹蒙德,我陶欠也是一方刺史。 你身受皇命,是受国恩。 其实我比你父亲还大一岁呢。 我被公居息地向你起罪,都起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不放过我吗? 你非要强占徐州,非要比我徐州数十万军民。 你死相抗吗? 两日之后破城,我要取你的手机机点加速。 阁下如果支去,回家洗尽了脖子等着。 转告徐州城中的百姓,破城之后,我不会徒城。 凡为我父扶桑者,都可以免死。 走。 主公, 你为何不下令趁势攻城啊? 你不是让我们一股作气拿下徐州吗? 因为我发现, 陶欠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 我刚才仔细看了, 虽然他的城关变差白旗, 但是每一赶白旗下的我都暗藏着强功硬朗。 你看他表面上对我, 背功屈膝, 实则, 顾总他会暗藏杀击。 我相信他们一定做好了守城的准备。 而且城里的军民 也一定会跟他共存 陶谦再是顽抗 不过是八千守军 我们五万金甲 岂能拿他不下 他除了八千守军 还有几十万百姓呢 陶谦 自以仁爱之 大难临头 百姓多会效命 你再看他的城关 高三丈有余 坚固无比 我们的人虽多 但多是亲戚 如果强攻 势必伤亡太多 我答应给他们两天时间 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我们攻城的气血 要两天之后才能到 那时在攻 就可一步做起 将其拿下 传名下去 就说陶谦已经下的 肝胆都破碎了 我们一战可胜 让将士们歇息两天 第三天日出时分 各部合力攻城 遵命 宣悦 在 陪我喝杯 遵命 陶公子 徐大人 让你久等了 陶使军写给我家主公的信 我家主公已经详细地越过了 陵将军何时发兵啊 什么 发兵 不 我家主公考虑再三 还是不能发兵相救 为什么呀 在你来冀州求救之前 那曹操的哀书 已经到了冀州 书上写得分明 这杀父之仇 可是不共戴天啊 我家主公若是在此时此刻 又为此事而发兵相救 不仅难以服众 实在是出师如鸣啊 许大人 我父亲从未纵视张凯 杀害曹松啊 相反 他之所以派人去护送曹松 他是想结交曹操啊 这正是这件事情的 可笑可悲之处 你父陶谦原本是想象的曹操县妹 不料想弄巧成拙 画虎没成 凡泪齐犬 致使你们两家繁目成仇 兵戎相见 徐大人 可悲啊 堂堂的朝廷命官 一州之长尊 居然做出了这种荒唐的事情 恕徐游之言 这件事情实在是愚蠢之机 陶公子不妨想一想 我家主公袁绍原本出 那是何许人也 乃四世三宫 声震还宇 威名满天下 我家主公 总不能在你父陶谦 做出了这等可笑可悲的事之后 在荒唐的天上一些 可叹和可怜吧 恕不远送 齐州原哨不肯发兵相助 南洋原术虽然肯发兵聚草 但他却让家父 割让武宁四水两郡之地 作为朝鲜 而原原本与家父相交最深 但他紧要关头 却都晚年推辞 公孙将军 家父的生死 和许州城五十三万百姓的存亡 就仰仗将军了 曹操一旦得了许州 必然会图谋中原 进而会与袁氏二兄争天下 之而才想 袁绍和袁术都知道曹操得失之后的后果 但这两兄弟 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和 都想等着对方先发兵 自己做官成败 以取渔翁之力啊 这对唐兄弟 可谓是一对笑面虎 两头乌角杀 两人之间 早晚必有一场恶斗 公孙将军 我求你快快发兵 救救徐州城吧 报 兵主公 平原令刘备求见 宣德老弟来了 陶志啊 你一起下去歇息 待我和宣德商议之后 再做定夺 好好好 宣德啊 刘备拜见公孙将军 宣德老弟 宣德老弟 你先看一下陶欠 发给我的求援信 曹操亲率五万大军 攻打徐州 陶欠危在旦夕 老弟啊 你说我是救陶欠哪 还是不救啊 敢问将军的意思是 我是想救陶欠 但是 我现在是兵少将弱 非曹操是对手 再说了 袁绍和袁术 各自有二十多万兵马 却做官成败 我哪有能力救徐州啊 即便是我全军出援 而且侥幸成功了 我得到了什么 我只不过是得到 像陶欠这般弱友 却结下了 像曹操袁绍这样的强敌 不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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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所言 在下万万不敢沟通 陶公主为先帝亲命 忠义厚荡 知徐州多年贤名远波 曹孟德 以报复仇为名 趁火打劫 图谋徐州六军 虽说是乱世争雄 各凭实力 但我总觉得 最终必定是得人心者 方能得天下 在下 此次前来 就是来和将军辞行的 我要去徐州 援救讨欠 我说刘备啊 你才有多少兵马 区区两三千人 竟敢拒破曹操的五万大军 你这可是一卵即十肉 我刘备未必是卵 他曹操也未必就是石头 也罢 既然你非得要去 那我就借给你精兵三千 勺壮生势 你不不面前 他将军进去 在下 不要将军任何兵马 只向将军 戒一个人 戒谁 常山赵子隆 你为何独独要戒赵云 世人只知道 吕不名关天下 却并不知道 赵子龙之勇 远胜于匹夫女部 子龙啊 将军 你愿意跟随刘备 去援救徐州吗 末将愿望 我看出来了 你们两个呀 是英雄相惜 好 好 子龙啊 那你就随刘备去吧 谢将军 谢将军 公孙将军虽有数万将士 但真正的英雄只有子龙一个 其实在家对玄德鞠的人品 早已是哑哄已久 从今以后 只要主动一生有价 在家复仓老虎 再次不辞 好 子龙 从此刘冠张照就是四兄弟 你一路好 谢主龙大恩 主公 子龙 我们赶紧赶回平原县 明日一早奔赴徐州 我估计 陶谦支持不了多久 只怕三五日之内便会破产 遵命 在下有仪式不解 请将 袁绍袁术坐拥几十万大军 却彼此官网 不肯发兵援助徐州 主公兵不过两千 将不过关张照 却何以敢对抗曹操呢 好 问得好 子龙若不问 我早晚也会告诉你 方金天下 各路英雄豪杰借以兵马全谋 称霸一方 而我刘备 在兵马上远步他们 但我有两样 是他们没有的 其一 我以仁义为历生之本 待仁之道 因为天下大乱 首先在于人心丧命 一致乱世 必先收人心 我必须以仁抗不仁 以义拒不义 其二 我身为汉皇后裔 除贼腹汉是我毕生心愿 那陶谦是先帝亲命 素以仁义之政 我助他便是腹汉 而曹操名为报复仇 始为取徐州 亦在取天下 耿耿野心 路人皆知 我举兵抗曹 便是以仁抗不仁 以天下大义 具枭雄之不义 就算此战不胜 世人也能看见一件事情 何事 正道不灭 大义永存 是 主公 探马来吧 袁绍 袁束 刘表 公孙湛等各路诸侯 都不愿意出兵援主投契 嗯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淘谦跟我为敌 徐州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好 好啊 宫城的器械大部分也到位了 明日中午 开始宫城 还有一件事令在下不安 说 衍州城来信 说南郊一带发现吕布的兵马 八千之一万 似有所图谋 吕布 拜君之将丧主之徒 不足为虑 难道他敢供我的衍州大营 主公 善容兵者 不虑胜 先虑败 万一吕布作乱呢 衍州可是我们的大本营啊 你可是把精兵强将 都带来打徐州了 衍州几乎是座空城 主公 吕布可是骁勇异常啊 吕布虽勇 贪而好利 永而无谋 连袁绍袁术都不敢动我的衍州大营 他敢吗 再说了 我估计三日之内我就能攻下徐州 城一破 我就令徐楚带领两万精兵回防衍州大营 徐楚早就想跟吕布大战三百合了 是 从地图上看 主公的心思似乎已超出了徐州了 没错 天下有那么大 我惦记着他们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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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主公 保险巨响 主公有令 立即攻城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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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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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有兵马前来援助朝天 是袁叔 不是 袁叔 是袁叔 你不是 那不是 是袁叔 来将何恩 报上姓名 何乃长山赵族 谢谢 太累 儿子 太累了 快 还那MO 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 这是谁的部将 主公 他们达着平安令的旗号 看来此人是刘备的部下 刘备 他只有区区几千人马 也敢来与我们为敌 是的 他来了 就是您的兵马 来人了 我知道他们在旗号 看齐号 是 好像是平原令刘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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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主公 是否继续攻城 报告 丘兵 在 安明 缓缓退军 迎他们来攻 遵命 主公有令 缓缓退军 是 撤退 曹操大军压境之际 徐州生死关头 我逃遣便求各镇诸侯 而他们虽然坐用数十万兵马 却无一肯八兵相救 玄德军 我并没有求他 他却仗义前来 一区区两千兵马 却能冲破朝军 铁桶般的阵势 结徐州大难 你怎么办呢 玄德呀 老父我感激之情 无一言表啊 陶公 刘备早就知道 天下之大 为徐州刺史陶公主 罪是宽仁厚道 爱民如子 刘备想 如果连陶公主这样的人德之君 都无法生存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 还有什么指望呢 大汉何日才可忠心 刘备无尺寸功德 唯有忠勇二字 今日我相救徐州 便是救世道良心 救我大汉天下 说得好啊 请 尽饮此钟 今以此酒 敬陶前辈 请 我知道我自己得薄力弱 无福提领徐州 而今天下纷乱 刚常崩溃 能匡扶汉师者 非你这样的英雄不可呀 现在 我就把徐州五十万百姓 托付给你了 明日我就上奏曹廷 赐你为徐州墓 万万不可 刘备万万不敢 有何不可呀 连曹操那样的奸雄 都蒙挤远州 你身为汉帝忠士 德兴操守 捷捷王室的风范 为何就不能统领徐州啊 我不是曹操 在下此行前来 是为了救徐州 而不是为了图谋徐州 陶公 请万万不可 陷我于不义 玄德呀 请为徐州百姓着想 担死众人吧 兵陶公 不认识 一旦曹操退兵 徐州转位为安 在下寄行离去 重归平原县 宣德呀 真是令人敬佩呀 此事 咱们以后从长起义吧 哥呀 你这个人哪 你是样样都好 就是有庄毛病不好 哪庄毛病 心善 善得太过了 心善也是毛病了 那当然了 人家陶千大好的心意 送你做徐州城 你为何不要啊 这徐州落在咱手里 总比落在头脑手里强吧 二哥 你说是不是 三弟所言并非没有道理啊 我们这三兄弟 自桃园结役以来 一直漂泊不定 如果得了徐州 就有了一座奸城立足 进可以独大业 退可以保平安 住嘴 你们俩听着 再说此话 再说此话 我就不敢认你们为兄弟了 我刘备宁肯粉身碎骨 也绝不行此不易 好好好 哥哥不让说 那咱就把嘴给缝上 看你啊啊的 城池算什么 还是兄弟要紧 二哥 你说是不是 此时陶千 不管如何 让徐州 我们都难逃 趁人之危之嫌啊 道义人心 自有公论 仁义道德 不只是说在嘴上 更重要的 是要让自己 闷心无愧 年纪 天地之间忙方方 这把梦阳 在月牢情 是有核心的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细说梦里带戏凝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